观众何医生,健康博客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那么最近很多人问我 这个肝脏的毒素怎么去去除 那么今天的何医生就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 如何排解肝脏的毒素 那么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 可以说是化工厂 是一个解毒高手 那不管是体外进来的还是体内的毒素 绝大部分都是由肝脏去化解的 那么肝脏也是一个消化器官 它们可以分泌胆汁 然后帮助消化 所以肝脏在人体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很多人都认为肝脏它代谢能力很强 然后它一般都不容易受到伤害 受到损伤 那么其实大家都忽略了都想错了 肝脏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脏器 一个器官 那么一般情况下肝脏有损害的时候 它一般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这才是导致很多人的疾病一拖再拖 然后最后拖成了非常重的疾病 很多人肝脏到最后一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是肝硬化肝癌了 那生活当中很多人暴饮暴食 然后大量的饮酒 吃太多肥腻的东西 做些不规律 然后经常熬夜 还经常吃大量的一些药物 包括一些保健品 那么导致肝脏的负担非常重 久而久之就影响到了肝脏的健康 那么中医里面认为肝脏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将军之官 也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它情绪会非常的暴躁 同时会欺压其他的脏腑 特别是我们的脾胃 这个叫肝气泛脾 或者说肝气泛胃 肝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调畅气肌 只有我们人体的气流通了 调畅了 血才能正常的运行 如果是这个气堵在那里了 那么就会出现瘀血的情况 那么肝呢 如果是这个肝气郁节 它最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种头很胀 或者说太阳穴的疼痛 或者说我们胸口很闷 鞋内按着有点疼痛 或者肚子胀等等 这些一系列的疾病 其实都是跟肝气郁治 气堵在那里有关系的 那么如果是气堵在那里 读久了之后呢 还会容易化火 这个叫做肝气 肝育化火 那么肝育化火呢 就会出现口干口苦啊 大便便秘啊 情绪非常的暴躁啊 等等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肝脏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如果是像刚刚讲的 暴饮暴食吃太多肥腻的东西 经常饮酒 大量的饮酒 长期的饮酒 那么这个湿气啊 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肝 停留在我们的肝胆 出现肝胆 有湿的情况 湿气重的情况 那么这个湿气重 停久了之后 也会容易化火 也就是肝胆 有热 肝胆湿热 所以呢我们想一下 肝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调畅气急 肝出现问题 常见的表现第一个 肝气郁节 第二个肝胃化火 第三个啊 这种肝胆湿热 这三种情况 所以呢我们的这种啊 呃我们要保持这个肝脏的健康啊 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肝内的毒素啊 把它排出去啊 刚刚讲的气堵在那里了 把这个气堵在那里的这个毒素排出去 把这个湿毒排出去 把这个火毒啊 热毒把它排出去 那么就能够啊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 然后呢啊 让这个肝啊 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么今天呢 何医生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排除肝毒啊 把疏通肝气的一个淤毒 疏通肝气的这种湿热啊 的一个食疗的房子 那么连续喝上三天啊 就可以啊 排出多年的肝毒 还我们肝脏的健康 那么我们首先呢 准备20克的绿豆 那绿豆呢 它是一个中药里面的解毒之王 它可以解百毒啊 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啊 外在的一些食物的中毒 或者说药物的中毒 这个绿豆都可以解啊 特别是这种中药里面的腹子中毒啊 或者八豆中毒啊 那么绿豆就有非常好的解毒的一个作用 它还可以解九毒啊 所以呢 它有非常强的这种解毒的一个作用 我们使用绿豆之后呢 可以减轻肝脏的一个负担 并且啊 这个绿豆啊 还可以除烦 还可以清热 还可以止渴 特别是出现这种干预化火啊 这种情况出现这种口干口苦 情绪又暴躁的时候 很烦躁的时候 那这个绿豆啊 就可以让这个肝啊 这种化火的情况 把它清一清 干预化火的这种暴躁的情绪 把它啊 这种除掉这个烦躁 除掉这个暴躁 可以 所以说这个绿豆啊 有非常好的啊 对这个排解干毒啊 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么元玉洞里面的古中医学 这本书里面的彭子义这个作者啊 这个一家啊 非常出名 他也是很喜欢用这个各种类型的豆类的食材 他认为这个绿豆啊 他不仅仅可以养牧 也就是说 对这个肝木啊 肝脏啊 非常的好 同时 他还可以养中 也就是对我们脾胃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 如果是出现这种干预化火啊 情绪暴躁 烦躁啊 同时呢 又可以预防他这个脾胃啊 伤到脾胃 那么绿豆就有非常好的这方面的作用了 那这个绿豆呢 它可以还我们肝脏一个健康 我们经常吃一些绿豆呢 就相当于给肝脏一个辅助的一个帮忙 现代药力研究也表明这个绿豆啊 它可以保护肝脏 可以缓解乙肝病情的进一步进展 可以防止脂肪肝的进一步的发生 这个也是药力作用 也是可以给我们稍微有点参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20克的义仁 那么义仁呢 有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啊 这种氨基酸啊 现在药力研究也表明了 这个义仁呢 还可以有防癌的作用 那这个药力研究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参考 那么我们在应用这个义仁啊 应用于肝脏的时候 它的主要的作用啊 它就是清热去湿 沥水 胜湿 那么就可以把我们刚刚讲的肝胆里面的 这个湿热之毒啊 把它排出去 来减轻这个肝脏的负担 那么天气燥热啊 或者说胸中很烦躁的时候啊 包一些义仁粥啊 也能够达到这种清热除湿啊 清除这个体内湿热啊 使身体整个人比较舒畅的一个作用 那么健康人吃这个义仁呢 也能够让身体轻盈啊 整个人非常的舒服 同时呢 这个义仁呢 他还能够健庇 刚刚讲的 如果是肝气出现问题了 他欺负我们脾胃的时候 这个义仁可以保护我们的脾胃 或者说可以预防这个肝气来影响到脾胃 另外呢 这个义仁呢 他还可以清热排浓 像临床当中出现这种肝脏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临床当中 也经常用义仁来去清热排浓 那么义仁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浸泡半个钟 后面在包的时候再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10克的百合 那百合这一个药啊 它是可以润肺止咳的 养阴润肺的 它还可以清新安生 也就是 它如果是出现这种肝果忘的时候 这种情绪很暴躁啊 那这个时候可以清新安生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可以清干火 那百合呢 它是属于这种含量性的中央 主要呢 能起到这种清热去火 清新安生的一个功效 所以呢 我们在通过这种喝百合茶 或者说百合粥的时候 能够改善这种干火旺盛 这种干里面的这种火毒热毒啊 它都能够把它清掉 同时这种火毒热毒呢 导致这种睡眠不好的时候 百合还可以安生 那非常的好 同时呢 对这种口干口苦啊 口臭啊 也能起到一定的 缓解的作用 干火旺盛的时候 也可以 喝一些这种清热去火的茶叶 特别是这个百合茶 直接拿去冲 冲了之后呢 就直接带茶饮 那这些饮品都能起到清热去火啦 这种解干热之毒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把洗干净的这种百合啊 把它浸泡半个钟啊 等会一起去拿去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准备几颗红枣 那红枣呢 以前何医生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红枣啊 它可以养心安神 可以健脾 特别是这种女性更年期 这种脏躁的时候 整个人情绪很烦躁 睡眠又不好 这个时候大枣就可以 能够这种养心安神 那么大枣里面呢 它还有这种丰富的这种 维生素啊 铁元素啊 同时呢 在干病当中 处方当中也是经常用到这个大枣的 那么中医里面啊 很喜欢用这个大枣 来去调和干皮 调和干皮 那么这个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刚刚讲到的这个艺人啊 绿豆啊 还有就是百合啊 红枣啊 那么我们一起 放到这个养生壶当中 加水大概1000毫升左右 然后呢 给它包 包它大概半个钟左右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最好呢 就不要用铁锅 铁锅煮呢 会影响这个药效的 那么也可以啊 把它这些药材啊 放到养生壶里面啊 就是反反复包 反反复包啊 包它一整天啊 这么一整天呢 就喝这个 刚刚讲的 这个食疗茶 所以呢 这个食疗茶 刚刚讲到了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干燥 清除干脏里面的这种 热毒火毒 湿热之毒 还有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气浴在那里的 这个啊 气毒在那里的 这种毒素 那么喝完之后啊 大家连续喝上三天啊 身体呢 就悄悄会有变化 那么肝脏呢 就会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健康啊 喜欢的朋友呢 也可以收藏一下 这个食疗方 好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在视频下方留言 回忍看到以后 也会跟大家回复 好的 关注回忍 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